在农村生活,左邻右舍之间天天都要打交道 有时候偶尔借点小东西,周转点钱财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农村老人说东西有事不借,借了家败王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看哪四样东西不能借 第一,家里熬药用的中药罐子 一般不能借人,过去农村看病没有什么西医 都是找老中医或者是直接用民间偏方到山上找点炒药回来 用药罐子兼煮治病 像这种药罐子很多人家都有 但是如果别人家要借的话,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因为借了之后自己不能送回去,只能等主人要 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因为送回去的话会把病送给主人 但是借了人家东西还不还,等人家来逃药的时候是很丢人的事情 所以中药罐子一般不借人 第二,家里哄小孩睡觉的摇篮不能借给别人 以前农村家庭基本上都会打一个木制的摇篮 用来哄家里小孩子睡觉 这种摇床是不能借给别人的 因为摇床代表着家里人的人丁是否兴旺 如果把摇床借出去,就代表着把自己家的福气和繁衍护带的运气都借给了别人 在以前的农村,人丁兴旺是很重要的 可以让一个家庭更加兴旺发达 但是如果将运气借出去了之后 很有可能会导致自己家里人丁稀少 所以摇床最好不要借给别人 第三,斧头和刀具不能借给别人 因为斧头捅福气的福谐音 农村有些讲究的人认为 把斧头借出去就是把福气借出去了 自己家里的福气少了 那么以后的生活会更加艰难 所以一般情况下,斧头不愿意借给别人 而刀具,比如说像砍刀一类的,也不好借给别人 万一人家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自己家里可能会承担相应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斧头和刀具不愿意借给别人的原因 第四,拐杖不能借给别人 用完还是要扔掉 在农村一般正常家庭里不会有拐杖 谁也不会在家里存放衣服 除了身体有残疾的人之外 如果突然摔伤了,腿不能行走 需要借助拐杖的话 最好是自己做一副或者是花点钱买一副 而不能向别人家借 因为借拐杖表示将病借过去了 不管是对借的人家还是被借的人家 都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情 而且拐杖等到自己家里人健康之后 一定要扔掉的,这样才能把疾病扔掉 这就是农村老人经常说的 家里四件东西不能借 借了家败往 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关于这四件东西的说法不太一样 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